女人要對自己好一點 每一天不管有多忙碌 都要抽出15分鐘的時間 來讓自己看起來更漂亮更動人 而且我們15分鐘變漂亮的精神 永遠都是請大家不用花大錢 只要用一些小小的裝飾品 或者是在服裝的穿搭上面稍微調整一下 甚至只要化一個簡單的妝 事實上我們就可以每天漂漂亮亮 開開心心的出門了 今天要教大家的 在穿搭上面應用一點小小的配飾 也就是絲巾 我們秋冬常常會用到的絲巾啦 圍巾啦 不同的打法 不同的材質 不同的顏色 就可以讓你的衣服感覺好像多了200件一樣 趕快來歡迎我們最美麗的老師若綺老師 嗨 問題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若綺老師 我講200件真的不是誇張 今天這一桌 來 你介紹一下 這一桌絲巾 若綺老師今天完全沒有跟廠商借 是哪一位提供的 您說 我媽媽 伯母本身有非常多的絲巾收場 而且我跟媽 我跟我媽講說 媽 要錄絲巾 我要去哪裡借 妳有沒有 我媽就說 有啊 結果她去搬出來 你知道我真的傻眼 我說妳哪裡來那麼多絲巾啊 妳想說有啊 她拿了三條出來 結果她拿30條出來給妳挑 對 然後她都可以講出歷史 對 就是每一條的來歷是什麼 她都講得出來 講得出來 真的 所以我們今天感謝名單要謝謝伯母 謝謝伯母提供絲巾 不過我覺得今天的精神就是這樣 就是說我相信每一個女生 每一個媽媽 妳的衣櫥裡面一定都有好多條絲巾 是 但每一年到了換季的時候 我們又想買新的 不用這麼做 妳就把妳這些以前買過的絲巾拿出來 不同的搭法 不同的搭配就可以了 對不對 今天若晴老師是要教我們三種不同的搭法 對 三種不同的搭法 大部分我們絲巾啊 有方巾 有長的 甚至有像這樣子的絲綢的 對 所以我們今天針對在這三種不同的材質上面的絲巾 來做不同的搭法 所以第一個我們先選擇像這樣子 媽媽一定在國外啊 或者是說去買 都會買到像看到這樣 哇 好長 可是卻要怎麼編 怎麼搭 所以我們今天來教大家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搭法 我其實最怕的就是這種絲直的眼 因為我覺得絲直的 像我們自己 我自己一般就是繞幾步一周這樣子 然後絲直的我就很不會繞 就很不會繞 所以我們先取一個長的短的 在脖子上面 對 然後像打鐵一樣 老師慢一點點喔 我們電視機前的觀眾在跟著學 好 給大家一點時間把它的絲巾翻出來 打一個短的 OK 好 那我們今天打這個叫做風情式的打法 所以我們現在就把它打開 我們現在把稍微先打一個單截就可以了 打開之後呢 從下面這邊 這裡最長的部分開始 做來回的反折 正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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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折 像手風情一樣 也像彈簧一樣 對 那至於要的寬度就在於個人 對 他喜歡如果說你今天折多一點的話 那他折起來的應該說散出來的風情就會比較漂亮 對 他折完之後是在下面這裡 OK 把剛剛的這一條繞過去 繞到下面喔 塞到剛剛 小洞洞裡面 小洞洞裡面 對 這個打法感覺很像那個貴婦空姐會用 是 然後輕輕把它打開 就是一個很漂亮的風情了 所以如果今天你的絲綢面 你想要這個風情散出來的部分越寬的話 你可以挑越寬的絲綢絲巾對不對 越軟 越軟的 越軟 然後散出來的則 好 先做一個 一長一短 一長一短 繞過去 繞過去 從上面做一個單截 單截打好 對 單截打好 OK 打好之後下面這邊長的部分 開始做來回的風情式的 風情的折法 對 正反的折法 正反… 是 正反的折法 好 最後收在小 就比較短的這一邊 對 短的這一邊繞過去 然後 從這邊這個洞 有一個洞洞 穿出來 穿過去來 然後拉緊 對 然後再把絲緊 把你剛剛的風情稍微整理一下 就很漂亮了 很漂亮 是 而且今天若綺老師特別挑了一個 比較絲綢的洋裝 來搭配我們今天這樣風情式打法 感覺真的就是很端莊 很端莊 很鮮熟的感覺 對 而且到分成這樣宿舍來講的話 你很擔心到底要怎麼去搭配它 所以搭配一個很簡單的絲巾 事實上是還滿好看的 對 隆重的場合就適合這樣子 打絲巾跟這樣子穿著 對 如果今天我們有時候是出門 比較帥氣的牛仔裝呢 牛仔裝我們就可以選擇 像這樣子的小方絲巾 比較軟一點的 然後呢 我們把它對折 對折 但是這個對折是三角的對折 三角形的對折 對 然後呢 再把它稍微抓一半 像這樣 留這個三角形 下面這個三角形 OK 然後呢 我們把它放在 模特兒的前面 三角形在前面 脖子的前面 對 長的部分繞過脖子 兩邊交叉 再回來 在側邊這裡 做一個很簡單的 打個雙截 打雙截 對 就可以了 哇 這個簡易度超高 超 然後再把它塞在衣服裡面 然後呢 把這剛我們剛才打的 留的這個三角形呢 就塞在衣服裡面 然後就很帥氣 你們聽不看 多加了一個絲巾 感覺味道都是不一樣的 這個很簡單 而且因為牛仔 一般給人家的感覺 好像是比較隨性一點的 可是你在脖子的部分 加一點這樣的裝飾 感覺就好像說 你在隨性當中 其實又有很 有理跟很典雅的成本在了 然後有一點率性的感覺 對 但也不失打體 對 這個打法 其實就是很適合 有領子的衣服對不對 有領子的衣服 對 像現在秋冬 那我到底要不要多穿一件外套 還是說不要穿 事實上你只要把你的臨口 你的脖子部分保暖好 事實上你就比較不容易受寒 對耶 其實大家跟說這個冷的時候 你只要脖子保暖好 腳保暖好 手保暖好 你身體就不會冷了 就不會受寒了 就不會受寒了 就是長輩都在說 所以像這樣秋冬的時候 尤其這幾天的季節 可能一下晚上跟日夜溫差 比較大的時候 你就可以加像這樣的時間 保暖一下你的頸部 我順便請教一下珞琦老師 就是像珞琦老師 剛剛選的是圓點點式的絲巾 來搭配我們的牛仔布料 這樣子的洋裝 那今天就是譬如說 以這個珞琦媽媽 珞琦媽媽私人提供 就是因為有很多不同的類型 譬如說像 因為牛仔裝我自己也滿多的 包括牛仔外套 牛仔的長褲 什麼樣的風格 也很適合搭配我們牛仔 像這樣子的黑色 黑色帶一點點的 圖案 對 圖案 像玫瑰 玫瑰的感覺 實際上它搭配起來 也是會讓你會覺得 還滿清爽的 然後它也是一樣 很簡單的 在脖子上面打一個雙結就可以了 也是一樣很帥心的感覺 但是如果是牛仔的話 就比較不適合再挑 藍色的絲巾了對不對 對 因為它是同色式的 所以你可以選擇一些比較對比色 比較跳的 對 跳的 跳tone的顏色 像我剛才講 黃色 黑色等 跟原本來講 它牛仔色的顏色 就是比較屬於是對比色 有挑出來的 是 好 這是第二種打法 我覺得這種打法非常很簡單 大家該都學起來了 第三種絲巾的打法 這時候也是很多媽媽們愛用的 就是搭配一些 我們看到的這個絲巾扣環 或是別針 對 那有些媽媽講說 蛤 怎麼辦 我真的很不會打絲巾 很簡單 你只要買像這樣子的配件 像很多都有些像 這樣Bling Bling的一些 專門在使用絲巾的配件 你只要把它穿過去 可能就可以做一些花樣出來了 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是不是一定要買那種 就是有一種是扣環的 叫做絲巾扣 它是圓扣的 可是今天若琦老師帶來的都是 若琦老師帶來那個是圓扣的 對 這個就是絲巾扣 絲巾扣 圓扣的這一種 但是有時候如果你沒有買圓扣的 絲巾扣的習慣 你用這樣子別針式的也可以 對 像這樣子的別針式 譬如說像剛用的風琴 你就可以把它疊在中間了 它多了一個效果 對 多了一個層次的效果 事實上像這樣子的別針 事實上都還滿好使用的 好 所以別針的打法 要怎麼樣來使用 像媽媽一定會買像這樣 也是屬於絲巾的 然後比較軟布的時候怎麼用呢 一樣把它先繞過脖子 然後兩邊稍微抓整齊 然後呢 這個扣環 把它打開 對 打開 兩邊一起穿過這個扣環 就整條絲巾一起穿過去 兩條喔 拉出大概一半的長度 然後把兩邊 因為它是兩條 所以我們就把這兩邊找出來 OK 找出來之後 先把它扣起來 把兩個耳朵找出來對不對 對 先把它扣起來 甚至它跑掉 然後再把這兩個耳朵稍微拉出來 把它拉開 它就會有一點像散散的蝴蝶結 然後又有層次感 有點層次感 這種打法好美喔 好美喔 超有氣質的 然後妳可以把它斜斜的放也可以 對 正放也可以 正放也可以 像穿一些V0的 妳就剛好可以放這樣正放 感覺整個都還滿高雅的 所以這樣的打法適合V0的衣服 另外就是因為我們如果挑選的這個絲巾扣環 或者是點針扣環 如果是比較Bling Bling 或者是說它整個就很搶眼的話 可能就比較適合穿素色一點的像衣 對 比較素色一點的 是 所以其實這些都是有學問的耶 就是打法 妳把絲巾的打法學起來 妳的衣服完全就呈現不一樣的風情 像剛剛黑上衣 它因為本身就是雖然有點墜事 但是呢 其實黑上衣本身還是屬於比較 沉重的感覺 對 比較樸素一點點 加了一個絲巾之後 整個貴婦感就出來了 而且妳知道嗎 絲巾的顏色可以讓妳的皮膚的反應 人家說膚色會變成比較漂亮 怎麼樣挑選呢 像一般來講 我們膚色如果比較暗沉的人 我們可以挑一些像黃色 或是綠色 像這樣比較亮色系的絲巾 它相對的它會做一個反應的效果 讓妳的膚色就有一點像打光式的 會襯托出來 對 襯托出來 然後皮膚就會看得比較好 也比較亮 所以其實即便我們平常可能都只有顧及 在說我們選衣服的顏色 是 但事實上如果妳想要改變妳的皮膚的亮度 改變妳整個人光鮮亮麗的程度 妳也可以挑選絲巾的顏色 對 真的是 這些都是學問的 好 那剛剛提到其實這三種打法 我相信應該都蠻容易學的 可能第一種稍微難一點點 大家在家裡面試一下下 但是二三種我相信應該試隔兩次 觀眾朋友應該都學起來了 對 那當然今天的絲巾 我們剛剛有提到 是若綺媽媽私人贊助 私人提供 可是因為若綺有從中挑選 特別挑了一些 還是可以代表今年一些流行元素的 對不對 等一下請若綺老師來跟我們介紹 今年在挑選絲巾的時候 哪些流行元素是要注意的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padre 你 別在乎 你 別在乎 我